华人国中打击岳参加113年度花莲县音乐比赛 荣获全县特优第一名 也创下连续三年取得县代表权的佳基 而他们在111年3月份也要前进新北市全国山 吉兰湘有淑珍特别前往学校加冕和恭喜 也期盼优异在地学子可以继续为花莲县 为吉兰湘来争取最高荣誉 华人国中打击岳团自2016年9月份成军 6年来4度进军全国赛 今年的3月又将代表花莲县前进新北市参加全国赛 既然向游淑珍特别到校恭喜与加冕 肯定学校的指导还有孩子们努力练习展现的成果 在连续三年获得花莲县打击岳第一名的华人国中 要代表我们花莲县前往全国来进赛 今天特别来关心甚至来了解孩子的学习 谢谢校长 谢谢我们师长 给孩子带来这样子满满专业的最好的学习成效 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中 考验孩子的互相默契 0.01秒拍数都要能够掌握到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成绩 我相信是非常不简单 台上的获奖台下无数次的艰辛艰困的练习 我们相信这都是我们简单相公所 我们大家要一起来给孩子鼓励的正能量 我们希望孩子得到了最好的成绩 也获得最满意自己学习人生路上的一个学习的绩效 孩子们加油 打击乐团的成员也感受到学校和乡长的用心与关怀 面对全国赛他们都多出自己要有最完美的表现 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很欢乐 然后就是除了有学习到乐理上的知识之外 我们就是还有学习到团队间的默契 就是还有就是默契怎么培养 然后团队的生活 那正在台上会很紧张吗 会 但是只要想到说 就是为了就是可以给花莲 还有吉安那些有更大的荣誉 然后也为自己 然后可以增加信心 就是就不会觉得紧张 感谢有乡长让我们有欲见幸福 跟欲罢不能的舞台 让我们展现我们自己花莲国中 就是打击乐团的很优秀的表现 就是让我更喜欢打击乐 也认识到打击乐是一个非常优美 也非常有气质的一个就是表演这样 就是去比全国赛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并且拿到特有 乡长游淑珍也亲自上场 和团员们共演一段乐曲 看似简单的旋律 敲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 游淑珍真正感受到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辛苦 但看到同学们精彩的表现 除了给予高度赞赏 也祝福他们能够在全国赛中勇夺佳击 为自己 为学校 为家乡争取最高荣耀 新年快乐 却鲁慧卷商报道 我们下一次见看好 这个周围的周围是非常好 我们下一次 我们下一次见看好